宋慧乔在意大利米兰、罗马秘密约会 此时,演员宋慧乔正在米兰和罗马这些意大利著名的地方旅游、参加活动,并和朋友们一起游玩 一位粉丝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宋慧乔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照片,并表示已经在那里遇见了她 韩国女演员穿着简单的牛仔裤 随后,宋慧乔在Instagram上发布了照片,透露她在罗马 许多观众评论说宋慧乔看起来年轻漂亮,穿着平民装打扮 在这里,一些社交媒体社区称,宋慧乔秘密与一些她真爱的朋友约会 这样既是为了一起旅游,也是为了在拍摄疲憊后相聚 而且由于如此秘密的行程,谁知道宋慧乔正在与某个有趣的男人约会呢?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也应该为宋慧乔感到高兴 希望她在离婚后很快能找到自己的幸福 有消息称,该演员前往意大利参加一家时尚品牌的活动,她是该品牌的代言人 2023年的开局对宋慧乔来说非常成功,因为她主演的电影《辉煌2》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Net报道,她凭借在辉煌中的女主角角色被提名为第59届百享艺术大赏的最佳女主角奖 颁奖典礼预计将于4月28日举行 宋慧乔出生于1981年,是韩国影坛的明星,因许多精彩的电影而备受观众喜爱 例如《那年冬天风在吹》、《幸福的家》、《秋天的童话》、《太阳的后裔男朋友》、《现在我们正在分手》等等 尽管已经年过40,但这位女演员仍然是广告和杂志拍摄的热门人物 她因出众的美貌而被誉为韩国影坛的朱玉女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